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菲律宾又找事了 非方首先在网络上恶人先告状 发布了一系列视频和公告 声称中国海警船对企图给人爱交 坐摊的马德雷山号进行补给的船只 进行了危险的不负责任的拦截 其中还发生了碰撞 为此非方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接着又有高层出面邀功 声称成功地对马德雷山号进行了补给 中国当然不会任他们抹黑 中国海警局连发三条公告 并公布了我方拍摄画面 10月22日中午 中国海警21551艇 中国海警21556艇 和熊三鲨鱼0003 00227等 至少8艘中方钢制渔船 抵达我仁爱交现场 将非法侵权的菲律宾海警 卡布拉号巡逻艇和装运违规建材的 游纳扎5月2号船 在位于仁爱交东偏北12.2海里位置 包围了起来 从飞方的视频中看出 飞方运输船靠近我方海警船后 仍未减速 而是加速强闯我方拦截区域 飞船UMR突然启动后 做出了一个急转弯甩尾的动作 使船尾直接擦撞我海警执法船 导致其右侧尾部二层护栏被刮裂 被完全拦阻后 靠搏在飞卡布拉号海警艇左衔 飞海警4409船蓄意挑事 有预谋主动倒车 尾部与我停车漂泊的穷三鲨鱼 0003船又闲发生擦碰 恶意碰瓷制造事端 升温现场局势 此外 菲律宾海警新单杆号巡逻艇4407 试图抵禁碰瓷中国海警5204件 又是尾部碰擦的伎俩 可惜没碰上 直接倒车退出了 事发时 非方媒体人员故意凑近了拍摄 装作吃惊的样子 这是完完全全有蓄谋的 恶意诋毁炒作行为 在外围的仙兵礁海域 中国海军出动了054A型500咸宁舰 和056A型631天门舰 监视非海军的汉密尔顿级炮舰 这些证据也直接打脸 邀功的菲律宾官员 中方坚持了原则 将菲律宾补给建筑材料的船只拦下 但将补给生活必需品的船只放行 而且补给的全程在我方监控之下 事后 菲律宾方面还倒打一耙 甚至叫嚣召见我国驻飞大使 以示抗议 针对菲律宾颠倒是非的说辞 我国外交部和海警局也先后做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中方措辞 已经与以往讲道理的表态不同 22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并敦促飞方应尽快拖走 在仁爱交非法坐摊军舰 同时 我国海警局也一改往日的谈话内容 放出了两段视频和文字说明 过去考虑到对南海周边国家的 舆论影响和战略需要 在岛礁争端仪式上 中方几乎不会主动公开南海执法视频 而是呼吁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现如今 菲律宾执意打破了这一末期 22日的撞船事件 更是证明了 非方挑衅手段的恶劣程度 那么中方也没有必要继续保持克制 因此 我国外交部和海警局 要求菲律宾拖走坐摊军舰 公开执法视频的用意 不言自明 中方海警船被冲撞一下 充其量只是掉一点漆 但菲律宾船只 却要付出粉身碎骨的代价 如果接下来事态扩大 或者非方挑衅船只碰瓷未果 导致自身沉没 那么 其结果都是菲律宾旧游自取 怪不到中方头上 外媒普遍表示 菲律宾频繁补给人爱交坐摊军舰 是因为该舰情况非常糟 或许今年就会彻底解体 在中国海警船的封锁下 非方的补给行动几乎不可能成功 不出意料的是 美国国务院火速给菲律宾撑腰 发表了一份声明 称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骚扰 是危险的和非法的 同时还威胁称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 适用于在南海对非海警 军方和公共船只与飞机的武力袭击 实际上在这次中飞船只碰撞当天 还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海外媒体通过最新的商业卫星照片发现 海南岛某军港在10月上旬 还停靠着山东号航空母舰的驳位 现在已空无一物 而在三亚榆林军港以南约25海里处 有一艘14052型的驱逐舰和一艘901型综合补给舰正在向南航行 很可能是山东舰的护航舰船 虽然没有直接拍摄到山东舰 但是该舰已经进入南海活动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另一件事是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 在10月19日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海域活动 在19日当天 根据台湾地区当局的报告 解放军岸基航空兵部队 派出了一个包括 八架歼16战斗机 一架运8侦察机 一架运9电子对抗机 一架BZK005无人机等多种军机的空中编队 在台岛西南空域巡航覆盖了巴士海峡 很明显 这是在迎接里根号 中美航母相距不到400海里 均处在对方的航母舰载机作战半径内 而到了第二天下午 里根号应该已经抵达黄岩岛西南偏南约40海里的位置 在21日 有网友根据C-2A灰狗舰载运输机的公开飞行活动记录 发现里根号航母已经转向 远离仁爱礁附近海域 开始向着巴士海峡的方向撤离南海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中方于22日 在仁爱礁海域果断出手反制 再次挫败了菲律宾偷运舰材到坐贪破船的企图 要知道仁爱礁到黄岩岛的直线距离达到600多公里 再加上里根号与黄岩岛的距离 恐怕已经超过了FA-18EF舰载机的正常作战半径了 就算美国想派舰载机去仁爱礁声援菲律宾 也爱莫能助了 这就尴尬了 里根号航母的运动轨迹充分说明 美方所谓支持菲律宾对南海领土声索是不可靠的 所谓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 恐怕只是美国给菲律宾画的大饼 根本吃不上 菲律宾越挑衅 解放军海军和中国海警 在南海的主动性就越强 中国对南海局势主导权的把握就越紧 里根号航母这次在南海只待了大约三天就走了 而且避开了中非在仁爱礁的最新对峙 显示出美国的南海策略就是拱火 就是怂恿菲律宾与中国对抗 但是自己却极力避免与中方发生直接冲突 目前世界各国的焦点 在巴以冲突当中 美国的重心也开始从俄乌冲突区域 转到了中东范围 在这个时候 美国已经无力继续加大对中国限制的措施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海上力量可以看出 美国号称有11艘航母飘在海面上 但是真正能做到正常作业的 也就是艾森豪维尔号 不过这艘航母已经超限服役 此时在地中海镇守的福特号航母 更是美国强撑出来的面子罢了 其电磁弹射系统一直是个问题 海上军事力量的薄弱 极大的减弱了美国在南海的影响力 在巴以冲突之后 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冷静了不少 原因无它 就是美国无力布局印太 此时没有后援的这些国家自然不敢做出过分的行动 此次事件的主角菲律宾同样如此 在里根号航母到达南海之前 菲律宾军方对于坐贪仁爱交的军舰补给问题闭口不谈 但是美国的军舰到了他们家门口后 就开始公然补给 面对菲律宾的这种行径 中国自然也知道菲律宾背后的目的 因此在这一次小范围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克制 依然只是逼迫菲律宾炮艇改变航向 美国企图通过这样的造势 让中国国内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强势 想通过民意来胁迫中国做出冲动的选择 让中国在南海风波不断 很显然美国打错了算盘 在美国深陷中东困局时 南海问题无疑是限制中国发展的一大抓手 因此我们一定要冷静 避免掉入西方的陷阱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